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谁 凤九寻着帝君所问想了想 摇摇头 不晓得 这个梦一开始我做得有些糊涂 不过这园子 倒是当初我们常来步 是我与那皇帝常来游玩的园子 他抬头看看帝君 接着摇摇头 虽然那皇帝是你下凡脱生的 与你很是不同 倒是个很俗的皇帝 他哑了半嗓 像是不愿意等帝君搭枪 自己又缓缓说了下去 方才我一进入这个园子 也曾想过 若是能见他一面 那也很好 有些话 当时没有说与他知道 后来再也没有机会 我也有些后悔 帝君抬了抬手 似乎想拍一拍凤酒 因为坐得远 终于还是没有动 可是亭子里坐的并不是他 可见这做梦 也不是皆能随心随意的 凤酒仰头喝了好大一口酒 露齿一笑 帝君 这酒很好喝 若是让这言喝到了 怕会生气的 凤酒即喝了酒下肚 觉得头更晕 蒙在灵台上的雾气陡然加重 连坐在对面的帝君的脸孔 都有些模糊起来 您想和他说些什么话 帝君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带着些不真切 凤酒想了想 点点头 很多话 虽然我们在一起三年 也曾说了很多话 但一些重要的话 我始终不曾说过 当时并不想说给他听 后来 后来才知道 原来 我只有在那时 才有机会将那些话说出口 在那之后 此生便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这几句话说得既慢又沉痛 凤酒觉得有些晕 摆摆头想甩掉那些晕眩 突然看见了面前的螃蟹 他拿了一只螃蟹 又取了边上的茧子 要踢一些肉出来下酒 对面伸过来一只手 接过他手上的螃蟹 又拿过茧子 您有些醉了 我来 是帝君的声音 有些冷淡的声音 却一向很好听 你还没有说 想和他说些什么话 想和他说些什么话 纵酒明明乎乎的 顺着帝君的问题去想 呆了呆 我一时想不起了 方才好像还知道 是很重要的话 想要让他安心些 那时候他对我很好 我却对他不太好 其实都是私命逼我做的 凤酒哑了半赏 但是私命是对的 若我一开始便听他的话 学慢心话本子里的方法让他伤心 他回到九重天之后 便不会试得九成法力 我问私命多讨了两年 其实都是我不对 那时候的我 很有些贪心 凤酒勿自沉浸在自己的伤感之中 没见到坐他对面的紫衣神君 望着他的眼光 带着深切的痛楚和怜惜 这些表情很少出现在这位神君的脸上 世上的人都觉得他本不该有这些感情 一叠踢得干干净净的雪白蟹肉 推到凤酒面前 帝君放下茧子 拿帕子擦了擦手 你一直记着那些事 凤酒忙坐直身体 连连摆手 不不不 帝君你误会了 话出口又觉得 自己其实不必与这个梦中的帝君解释 不过话已开口 自然要说下去 这些年来凤酒已经差不多把那些事忘了 当初帝君托私命带话给凤酒让我放下的时候 难免会觉得帝君有些狠心 不过 凤酒下来便善于自我开解 这些年已经有很多种道理 可以说服自己 你明白了些什么道了 当初帝君说臣是情缘臣是尽 凤酒因仍存着贪心 并不晓得帝君历劫的真正目的 像帝君这样的神仙 下凡短短数是在 于漫长仙途中不过是弹指一顺 自然不会将其放在心上 当初凤酒还一再求帝君记的那两年 不过也是忘心 凤酒佛法学得不好 当初并不明白为何因情爱会生出贪嗔痴 因爱欲会生出极度恨 但是这些年来在凡事中见过许多别人的爱别离 觉得像我和帝君那样的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苦楚 帝君的声音有些干巴巴的 为何你不再觉得那是苦楚 凤酒笑了笑 笑中还含着些羞涩 帝君 在梦中你能这样陪凤酒说说话 其实也很难得 不过 凤酒并不敢在帝君面前说什么佛法道理 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罢了 若是班门弄斧 有望帝君不要笑话 之前凤酒因喜欢帝君 从而忘心有了执念 做了很多抢人所难的事 也给帝君造成了许多麻烦 后来凤酒见到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凤酒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扣着 清晰地念道 由爱故生忧 由爱故生不 若离一爱者 无忧亦无不 既然凤酒以前的爱是勉强 自然是不好的 所谓随言二字 也许凤酒应当多餐一餐 凤酒又对着帝君一笑 取过面前的碟子 取白蟹肉蘸着鲜美酱汁 送入嘴里之后 满足得眉了眉眼睛 像一只没有忧虑的小狐狸 帝君 这个现实分鲜美 明月试一试 帝君却一动不动 脸上的表情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不再喜欢他了吗 大概是吧 和喜欢帝君比起来 也许还是不喜欢他比较好 现在这样我过得很好 他吗 他自然也不会过得不好 副游戏想一想 摇头道 我只希望他能过得好 说吧凤酒又待了半晌 抬头望望天上的圆月 青秋的月亮也是很美的 以前我还希望能带他去青秋看月亮呢 现在你不想带他去了吗 凤酒摇摇头 拿过酒罐喝了一口 不想啊 凤酒仰起脖子又喝了一口 酒是好酒 夜是好夜 天上一轮圆月 照着亭子里割怀心事的两个人 明明离得那么近 两颗心却又离得那样远 凤酒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好梦 醒来时 梦中的是已忘了七七八八 他依稀记得自己喝了酒 还吃了螃蟹 梦中似乎有个人陪着他喝酒说话 他却想不起那人是谁 他在梦中说了很多话 早上醒来人觉得口干舌燥 头痛欲裂 凤酒记得自己前一天晚上 是他在床边照顾身边的帝君 帝君因临了雨受了风寒有些发热 可是现在他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的躺着 原本在他床上躺着的帝君 却在他床前坐着 眼睛望着他 却是在发呆 发呆的帝君很有些不寻常 凤酒轻声唤了一声帝君 派人未回过神 凤酒有些口干 便掀开被子下了场 走到窗前桌子上给自己倒水 一摸茶壶是空的 前些日子他养病的时候 帝君其实在照顾他的这些地方一向很细心 凤酒现在拎着空空的茶壶 再次觉得帝君今日实在有些不正常 下了一夜的雨未停 看起来也不似有江亭的迹象 凤酒替自己漆了一壶浓茶 满满两大碗灌下去之后 觉得脑子终于恢复了活力 外头下着以他也无处可去 便到厨房里挑着食材做早膳 因凤酒心情还不错 不自觉哼起了小时候爱唱的歌谣 忽听的身后有个冷干的声音问他 你很高兴 凤酒游记的 昨夜自己在床前唱歌给他听 那时候的帝君对他很是温柔 见他终于回过神 更高兴的回头看他 是呀 帝君难道不高兴 之前凤酒一直都在成帝君的照顾 这次好不容易逮着帝君生病的机会 过了一把照顾他的影头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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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